今天是開季第31日 左邊州還是暫時沒有什麼特別的 都是跟之前差不多 那就十服六,六十三服四 好,中州方面 好,中州 中州目前被人推到出生州關口的小路 那對方,黑正豪都已經卡在前面 然後再上,上面另一條路 都被人俘虜了 而下面頂著的就是之狼 之後這些是山路來的 就是封死了 唯一是封住的應該是 就是... 最後門神 那個再穿的話,穿下來就會到關口 如果到關口打到羅遠的話 就真的是0比10 目前比分是1比9 10服是1分 6,3服是9分 好,接著回到右州 右州雖然說我們攻了所有關口 但是你們可以留意一下這個位置 在林城港 你看到這個苗地 是由中州的王和民 即是63服 已經過來支援了 所以我們右州的優勢 很可能會失去 很可能會失去 而我目前所在 的林湖港 門神我都被人俘虜 而且 暫時還未被解救成功 之前也俘虜了一次 在新年期間 俘虜了一次 接著解救了一次 接著最近又俘虜了 然後現在暫時還未解救 而且中了這個 不成的狀態 不成是沒有辦法 交資源去自解 只能夠給同伴救 那我還有8個小時 如果8個小時 同伴都救不到 我就會 飛去出身 還會變成 這個 應該沒有讀錯 是不是 是軍艦 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會讀錯 軍艦狀態 反回起兵之地 到時候我就會 飛走了 好 另外 到歷陽港 歷陽港 目前 昨天 應該都是我們被人俘虜了 然後就解回 所以比較難搞的是 來自中洲的支援 再加上本身右洲的對方勢力 右洲現在都很險峻 之前的話可能會有六四七三的 現在保持在六四 暫時十伏是六 六十三伏是四的 而整體 比分其實我們都 輸了很多 應該輸了八九成 因為始終中洲真的淪陷了 如果再被推進去出生洲的話 推到出生洲關後 推進去的話 就很麻煩 而且他們也可以支援右洲 或者左洲 左洲 不知道有沒有支援 目前應該是自己人 對 對 都是中洲過來的 你看 所以說 中洲 六十三伏打敗了中洲之餘 還會支援左右洲 所以我們左右洲都比較厲害 最後補充一句的就是 被俘虜抽孫拳這個傳說 是假的 以上就是開服第31日的戰況分析 多謝大家